著名作家东野龟吾有这么一句名言 说世间有两种东西不能指示 一是太阳 二是人心 非著名主持人宇燕 也有这么一句不怎么出名的言论 世界上有两种东西不能相信 一是男人的甜言蜜语 二是超市门口写的 今天大结局 我家楼下有个门店 从第一天他们家就挂了一张红书 上面写着 最后一天青苍甩慢 一顿乱慢 一箭不留 到现在已经两年了 还在清仓呢 你们说人家仓到底有多大呀 能不能清完呢 我都替他们着急呀 和我的着急行程鲜明对比的 是我的同事哈哈曹 听说最近他女朋友出差了 他小子很悠闲哦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最小朋友圈 我是哈哈曹 这阵子我女朋友不是出差去了吗 我心想出差也好啊 那我每天下班不就是自由了吗 想玩电脑就玩电脑 想去打球就去打球是吧 生活多多才简直 一开始还好 我女朋友只是问问我在哪干什么 结果到了今天 哎呀 查岗查的我呀 心里苦啊 查岗还是不得不服我女朋友 亲爱的问你在哪儿 我说在家里呢 亲爱的说 那你现在把卧室衣柜的第二节抽屉拉开 然后伸出左手把一个剪刀手对着抽屉拍张照片发过来 我选择买块豆腐赚 你这是做什么措施吸引度如此之低 请说出你的故事 虽然麻烦了点 但是这真是个查岗的好办法呀 get了 哎呀 要是每天再这么查下去 我还是比较希望他早点回来呀 每天配合这个检查 心累呀 今天一个剪刀手 明天是不是要换动作了 我女朋友的套路啊 我是服了 简直能跟波波他在朋友圈里 说起的高中班主任能媲美了啊 一起去看看他的朋友圈是怎么说的吧 很怀念我高中时的班主任 接着有一次语文课 我们坐在下面一个个无精打采 他放下粉笔打开手机 为我们跳了一支进舞 当时我们所有的学生全部嗨起来了 还疯狂的为老师拍照录像 跳完舞老师说 好了 都把手机交上来吧 跟你们的手机说再见吧 没收手机就服你们老师了 人生处处是套路啊 声动机器 老师绝对熟读各种兵法呀